今天最後講到拜仁的歐聯賽後評 昨天我講了拜仁在德甲撞板 控制不了節奏 今天又來看看拜仁有沒有改善 其實我都算是幾少可 會去講拜仁打歐聯分組賽的賽後評 因為以前的拜仁根本屈肌 歐聯分組賽不用怎麼說 就算明賣明賣都好 都會懂得控制比賽節奏 就猜到一個最適合的位置 才做明賣明賣 但是現在的霸人基本上都是亂來的 不管三七二十一 總之去到三十馬附近的區域 就不管了 踢個球進禁區裡才說 今天其實都沒怎麼改善過 你見到謝老美保定 好像上一場德甲一樣對著 杜索爾多夫也好 同樣都是這樣 就整天斬高球上去 你就知道他們同樣不會控制比賽節奏 今天運作得好些的原因 只不過是賓菲加一開球 竟已做高位的壓迫 而且後防線深度不足 根本跟拜仁打來回高速球 就適合了尼高高華 這一種短期的進攻打法 即是要對方配合他們 他們才有表現 一開球拜仁竟已有很多快攻機會 而且當然有洛品打正選 有速度型球員在這裡 就好很多 短期的進攻 最重要是速度和個人能力 洛品首個入球是屈肌來的 是他的招牌夥內切入燙遠處 而這個入球之所以發生 就是來自一個快攻 賓菲加今天實在太輕率了 0比0的時候都經意踢得很高風險 壓上去 亦都搞到後防線要上上落落 是不能站得穩的了 所以根本是很容易後防線鬆散和容易犯錯 搞到落後了更加麻煩 變了更加高風險 去到30分鐘 就被拜仁打個更加清脆利落的反擊出去 都是那句好彩正選有速度型的洛品 就可以撿到這些機會 這次一跑上去 已經進入了禁區 就任由他玩 2比0 賓菲加今天的防守也太過頑 第三球和第四球都是輸這個角球 賓菲加用了區域聯防 是很容易輸的 他們今天是不斷配合了 就是拜仁的所有強項 亦都協助拜仁掩蓋他們的弱點 事實上拜仁的弱點是存在的 例如被賓菲加追回一球之後 其實那個概念繼續是儘快完結攻勢 是不會理是否時機成熟 總之死都要向前 幸好就是拜仁有第四球波用角球納刻止血 如果不是 拜仁又是會有一段時間處於危險當中 而且拜仁領先到4比1的時候 同樣都是很趕時間 沒有控制節奏 因為拜仁又是很容易失控球權 是極度令人廢解的 75分鐘第五個入球 都是邀斌菲加突然之間押了上去 散了 前中後三線拉開了 給了空位霸人才能入球 所以要對付今季的霸人 其實各方法跟對付阿仙奴一樣 只需要有紀律地收縮防守區域 不要押出去 等他們撞板就可以了 那到現在呢 小弟也是等大家 等大家撞了 撞什麼呢 就是撞廣告 按廣告 彈廣告 播廣告片 這樣做 就可以令到小弟有一點收入 有個尊嚴地生活下去 以及繼續堅持每天 是免費為大家出到片 希望大家可以幫幫手 最近有些小兄弟需要考試 希望大兄弟們幫助這些小兄弟做這些動作 就可以令到頻道有一點收入 小弟何榮是絕對感激不盡的 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做了事 按廣告就不需要再聽下去了 不過小弟都需要照顧新的聽眾 若果你發現電腦裡沒有廣告 相信就是你的電腦那裏 裝了個Blog Ad的程式 檔廣告程式 只要你認識了個程式的話 你會發現電腦裡有Banner廣告 片的右邊有些廣告 大家只需要按下去 彈到廣告示範出來便可以幫到手 手機那裏 就是片的下面 有固定的廣告字眼的地方 大家按下去也可以幫到手 總之彈到廣告示範出來便可以了 而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YouTube也會時筆寫片的最前 或者最後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裏面 找廣告link click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手機廣告link是會在廣告片的右上角 那我們下一條片又會再見 拜拜